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又来到了二叔这个新房子门口 选择在这里拍跟大家就是聊一下天说一下话 再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风景好些 你看左边也是树右边也是树 你还可以看到天空 蓝蓝的天空我很喜欢二叔家门口这个前面这个就是地平 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是泥巴没有没有把它补好 还没有打水泥 如果到时候打了水泥啊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因为他们前面的话房子前面的话也是非常晨亮的 就是到时候出太阳的话应该阳光也可以照进来 是个好地方啊 但是我也只能去这个地方拍一下跟大家聊一下天 都跟阿杰以后两个人努力赚钱呢 到时候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啊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是啊 在这个地方啊 找个好的位置到时候修个小平方 或者是四个小平方都可以 之前我有说过的啊哈哈哈哈 我这两天人不是很舒服 嗯昨天我都没有更新视频 很多朋友应该也知道 就是我又拉住着 然后又吐 胃也不太舒服 不知道是吃坏了什么东西还是怎么 反正现在这个身体啊感觉一天不如一天 其实在这边的话也没做什么 但是感觉就是每天就是睡不醒的那种状态 然后没精神 就是这几天就是这样子 有可能是 我也搞不懂啊真的搞不懂 前前几天不是跟杰哥去了医院检查内向 就是那个医生是这样跟我说的 他说 要 就是注意休息啊 然后 不要经常熬夜啊 然后注意饮食这一方面 注意营养啊 嗯 两个人的话就是 特别是杰哥 不能喝酒啊 两个人就是话 那在最好进行状态下 让小狗说能盛起自然的来是最好的啊 他是说我那个素脑管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毒栓他是说不是很严重 刚开始就是在那医生说建议说 嗯 可以给我开药的 就是我没选择吃 因为 吃药的话我还是怕有影响嘛 当然我不是说不相信 嗯 不相信医学什么东西 但是 就是 我主要是怕因为 一直就是在被孕的状态 就是怕又怀上了 嗯 呵呵 所以说到时候又又运气不好对不对啊 大姨妈现在 差不多应该也快到时间要来了 一般我就是 大姨妈来之前就是有点反应 就是肚子痛啊 也有背后不痛啊 有点痛筋的那种感觉 但是 正是感觉还没有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有些东西我也不敢乱来 嗯 但是说没压力也是假的 心里总是还是有那么放心不下来 嗯 像杰哥现在今年也36岁了 明年 你说 你说等我 嗯 海宝宝 然后再生宝宝 宝宝满周岁的话 今年怀的话 明年生 就37 小宝宝一岁的时候 都快 就38岁了 你说 就快60岁了 一般像快60岁这个年龄 就是说年轻的啊 很多人 我知道 就是我们那里就年轻一点的 38岁就有住爷爷奶奶的 所以说你说我这个精神压力大不大 我觉得是 嗯 担子重啊 真的 嗯 我也不知道 如果说能庆幸的话 能尽早的怀上是最好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越早怀 对杰哥也越好 我是这样想的 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因为都结婚了嘛 结婚了本来就要走 白宝宝啊 生宝宝这种 对不对 一个家庭 有小宝宝家庭是完整的 是不是 其实想那么多也没用 像这些方面的话我也不敢跟杰哥说 我跟他说的话我怕他思想压力更大 他又不太听话 又喜欢 又喜欢熬夜 我说也说了很多次了 这个家伙他就是 那晚上要剪视频他有那个习惯 非得就是说等半夜了再来剪视频 不知道怎么说说不清 他就是这个坏毛病一点都不好真的 我家里也给我打了电话 嗯 我爸的意思是说呢 就是说如果 嗯 毕竟在 逆传这个医院的话 也不是什么很大的医院 就是说希望我就说我回去了 到时候去 长沙 医院可以看一下 或者是越洋医院可以看一下 到时候就是距离的到处 身体上就是多 有的地方 多做一下检查 多跑几个医院 我老爸是这个意思 他主要的原因还是担心我嘛 嗯 因为从小的时候我身体就不怎么好 基本上就是 在 吃药 吃药长大的 真的 哼 嗯 嗯 没关系啊 老爸啊 老爸老妈 没事的 你女儿身体强壮的很呢 这点小事没关系的 到时候 反正顺其自然嘛 等 如果真的 等一两个月嘛 一直怀不上的话 再去大医院看一下 嗯 该干嘛的 还是得干嘛 如果真的有必要做什么 啊 疏通啊 或者什么的 那还是得去 反正 尽自己能力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嘛 对不对 嗯 不用担心啊 哈哈 哈哈 然后所有的朋友们也不用担心 嗯 没事 真的没事 我觉得没关系 先先顺其自然看嘛 过一段时间 可能搞不好就好了 就像萌萌达经常在评论区说 我梦见你这个月有了耶 哈哈哈哈 哈哈 嗯 那好了 朋友们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也就是很简单的很愉快的 嗯 跟大家聊火天 把我心里话跟大家说了一下 说出来我瞬间人就是胸口这一口气瞬间 放通了很多 真的 哈哈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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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